用广东话和日语在街头高呼香港自由 反送中战场搬到G20主办地大阪 就是要让到访的习近平难堪 中国不仅对我们执行野蛮的殖民统治 而且他现在通过一带一路输出新的殖民主义 内蒙古香港和中国民运人士也联合召开记者会 公开揭露北京人权黑幕 就连日本政府也不给面子 西安会表面和乐融融 习近平也答应明年春季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 但安倍却是那湖不开提那湖 日本传媒报道 安倍和习近平会面期间 也都提及香港近日收定逃犯条例争议 安倍不只表示一国两制下 香港自由繁荣很重要 还强调应该尊重新疆为主的人权等普世价值 而令习近平尴尬的还有这一幕 记者捕捉到双方正式会晤时习近平被迫义夫当官 面对一整排的日本官员只能大眼瞪小眼 其实2017年和普丁的双边会谈 习近平就曾故军奋战 被普丁笑声是孤独战士 习近平鸭子听雷也只能傻笑 这回讨不到政治尊严 还反被东道主打脸 但受到各方围剿 习近平恐怕只能盖瓜成瘦 三日新闻上的报道